这真不是热了吗 邓梨居然还能这么软和的 原视频博主说 它吸的是这种花盖邓梨啊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邓梨也是有很多不同品种的 今天咱们也来吸吸这个花盖梨 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软和 它这个味道跟其他邓梨有差不一样的 嗯 它这个花热邓梨 是酸甜口的啊 跟咱们常见的那种纯甜大邓梨还不太一样 嗯 中间的果肉直接吸空了啊 对穿了 但是两边的果肉好像吸不出来 不过它这个皮真的是 一扒就掉了啊 完全是不粘果肉的 我这个花盖梨你们说是不是 邓的还不到时候啊 对吧 我感觉它真的已经快到了那种一兜水的状态了 对吧 你看 但是就还差一步我感觉 你看它这个皮都可以弯成的包起来 嗯 不过这个花盖梨 酸甜甜还是真的很好吃啊